其实长时间大量的比赛 确实是让选手增进实力 增加精英一个最快的方法 那是不是有具体的计划 比如说今年还没有办法实现 或许明年就开始说 有企业愿意是帮使得到我们女排 也能够组成两队以上的阵容 然后以增加这样的比赛方式 协会呢 现在原本今年就开始规划 有三队 一举三队来参与这个企业女排的这种计划 然后后来因为一些客观因素没有成熟 那么所以说暂时胎死不中了 那么当然一直希望说 男女排都能够共同并进在企业联赛这个范围里面 也就是刚才我说 对后进的选手有个吸引力 有个诱因 找到一个目标 对那对于现役的选手 还有不需要说一定要长期的集中培训 那么以赛代训的这个模式 那么只要以后有比赛了 集中起来可能两个月三个月 单纯的就默契的培养 我想这个应该是比较正确的 那乃涵您的看法呢 就说如果说女子的部分也有这种连赛制啊 这样长期的一个一个赛制的话 你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当然是长期的这样子培训 或长期这样训练 如果要对一个有成绩的话 这样子当然是非常好的 可是我也知道说我们女子排球队 所以有些成绩的水准比较不够 或者是人数没有那么多 所以才无法进行这样企业联赛 其实好像现在真的有认真在培养 或者说真的培育出选手的 其实在比较基层变得比较少 比较分散而且数目比较有限 我想人员上没有什么 就是以数量来讲没有问题 但是以值的部分来讲 可能就会有一点问题 那像现在我把中华女排国家队为第一队 那第二队打四大一 这个明显中间的差距就蛮大的 第一队跟第二队中间的实力就差蛮大 那这个也就是一种隐忧嘛 因为数量你看起来很多 从国小国中高中很多大学很多 可是在值的部分就有点问题 这也是一直要想尽办法来突破的 希望能够有所弥补 那么及早能够把企业领牌推出来这样子 那么目前在企业盘